本身爸爸媽媽的英文底都不差 可能其中爸爸會跟他講廣東話 但媽媽跟他溝通時就會用英文溝通 變成一個小朋友 就會在有兩種不同語言的環境下長大 長大的時候 他亦都會很容易地用不同的語言去表達自己 當然前提就是 本身我們作為父母去講英文的水平 都要有一定的上下 否則小朋友可能會跟我們平時經常聽到的 講式的口音 或是一些不正統的英文發音